我很久沒有來黑客蟲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的提案的形式符不符合 這個格式 然後我的同影片還是偷別人的 所以感謝 總之這是個研討會 不過它是G0V式的研討會 所以它是我們這個社群 G0V公民黑客社群 所主辦的國際研討會 工作人員就是我們這些人 如果你們願意加入的話 那過去的慣例是兩年一次 所以下一次的G0V Summit 理論上是2024年 但是時間未定 還在討論中 所以現在有兩個方案 2024年1月 或者是2024年5月 那活動規模 未定討論中 活動形式未定討論中 所動地點也未定討論中 所以這是一個 比較早期的邀請 就是跟大家講有這件事情 然後在這邊尋找工作人員 還有願意一起加入的人 來進行這個可能會長達一年的 籌辦的過程 那既然要討論活動等等 行事規模等地點 就會參考一下過去的規模 過去的規模通常是兩到四天 會集中在週末 然後參與的人數大概是700人到1000人左右 然後會來自台灣很多人 然後還有世界各地 可能有二十幾個國家的人 那會眾的年齡層可以從高中到資深參與者 然後多半都是網路公民 公民黑客 但是也會有很多的 NGO工作者 公務人員 然後學術研究者 那還有企業家等等的 形式的參與 所以它是一個跨界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討論 我們關心的公民黑客議題的場合 那活動的形式 講座 基調講座 工作坊 開放工作坊 Lightning Talk 閃電講 然後可能會有黑客松 然後偶爾會有一些 講者玩言跟交流活動 等等等等 那 所以 如果要 對這件事情有興趣的話 第一個 我今天都會在這邊 可以找我聊 然後第二個 Slack上面有一個channel 叫做Summit 就是 就是這個 Summit 然後 可以在那 可以加入那個channel 然後問問題 然後第三個 有一個Summit 2024 Bootstrap 的channel 就比較難找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你可以去Summit channel 問一下那個channel在那裡 然後去我們的Bootstrap channel Bootstrap channel人比較少 然後討論會比較集中在怎麼樣 籌辦明年的 可能會發生的Summit 那 最後是要找哪些人來幫忙 就是所有你想得到 跟研討會有關的 可能的工作人員 所以 總酬的負責人 跟工作人員 然後會計 然後場地的負責人 與工作人員 然後財務的 贊助的負責人 與工作人員 還有議程的負責人 與工作人員 還有 所有其他的 食物 直播 網路 口譯等等 都會有需要 那就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Yeah 我們謝謝PN5 我們謝謝PN5 如果你對那個就是 Summit是什麼的話 就是你就大喊 Summit 就是你就知道了 對 那我們下一位請哲偉 然後 手 好 OK 嗯